这里是华润凤凰聚焦 内地甘肃基石山线6.2级地震 已经造成百多人遇难 数字还在增长 本地以及邻近的青海省 都有民众伤亡以及房屋垮塌 财产损失 当地低至零下十几摄氏度的寒潮 增大了救灾的难度 现场情况如何 幸存的民众安顿得怎样了 为什么这场地震会造成如此严重的伤亡 凤凰聚焦摄制组 带您深入地震灾区 中心地带 2023年12月18日 23时19分 甘肃省零下州基石山线 发生6年2级地震 震中位于基石山县城 尼西8公里 震源深度10公里 直线距离不远的兰州西岭 有强烈震感 甚至西安山西等地 也有明显震感 所以是没有人 他根本我明显当地震 зн开 心里面还没下来 倒是 当时发了那一关 整个事就得不到 那个门 截至目前 地震已造成甘肃 青海上百人死亡 数百人受伤 这个六级的破坏强度 实际上就是我们认为是强症 那么奇迹以上是大症 那么它这个破坏的程度 和我们阵源的深度 有直接的关系 然后和它的地震的类型 就是断层活动的类型 都有关系 它是在深夜 就是基本上是零点 基本上大家都休息了 那么休息甚至已经进入梦乡了 那么来地震 那么六七秒钟到十几秒钟 它可能刚刚摇水 还没反应了 如果房子倒塌下来 要么中伤 要么就死亡了 所以这就已是一个实践上面 那么对我们避难 逃生不利的一个实践状 本次地震虽然发生在甘肃省 但镇源所在的基石山县西 与青海省巡化县毗邻 北与青海省明河县向往 因此在青海省 也产生了人员伤亡和地震破坏 它基本上发生在青海跟甘肃交界 就五六公里的地方 最严重的破坏 是在十公里到二十公里范围里面 那么断层上面 最破坏最严重的了 那么10到20公里 它实际上已经跨到那边去 它实际上是触发了地震动 触发了一个特殊的地灾 由于地震发生在深夜 绝大多数人都已经入睡 无法躲避 伤亡的主要是地震导致山体滑坡 建筑物垮塌和装饰物家具掉落等原因 它实际上还是黄土覆盖的一个山区 那么黄土本身问题是很低的 它很容易在震动条件下 跋坡崩塌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那个镇区 那个好多道路也好 旁边的房屋旁边的那些松散的黄土 大多数都会塌 把路都埋住了 第二个呢 有些房屋呢 基本上建立在有一定的坡度里 那么地震震动条件下 那么容易引起倒塌 第三个原因呢 它是在一个盆底里 地震的时候 由于震动造成了我们可以看到 大量的水 地下水喷出来 那么造成了一些防火 地基石碗 尤其倒塌了 更大的原因 这个地方是贫困区 那么好多老旧防火 它的抗热性能很低 地震一震动 它就倒塌了 地震发生后 解放军和武警部队 以及消防部门出动多支救援力量 抵达地震灾区展开救援 民间多股援助力量 也在灾区展开救援 也就是在地震发生四小时后 甘肃蓝天救援队首批救援人员35人 抵达镇中大和家镇救援现场 分四组开展救援工作 甘肃蓝天救援队副队长陆昭旭表示 当时映入眼帘的景象 让他有些吃惊 到处都是坍塌 凌晨发生地震的时候 大多数人都已经入眠了 这个地震之后 大家从家里面跑出来 有些房子的房屋的受损 没有办法在那个保管坍塌这些 他们其实很多人出来穿的衣服 这都比较单薄 所以我们到那现场之后 我们看到的有很多群众 这些就是没有厚一点的 能预含的衣物 然后我们有时路过 沿途的老人 孩子 我们接到我们的车上 把他们转移到相对比较安全 和宝暖的一些场所去 专户结构的这种房子 都是有比较大的月份 那么也是能感觉到 这一次的逼震 对于现场的影响 对于镇中附近的影响 也是非常大 在队伍到达灾区后 救援人员看到有多股救援力量 在进行救援和多轮次排查 而当地的应急部门和消防部门 已经把大部分的人抢救了出来 那我们当时到达灾现场之后 是看到消防 就是当地的消防 它距离也比较近 其中的速度也比较快 到达了现场 他们已经在开始做 这个拉脚的工作 那么整个的这个 这边现场 仍然是比较多的 除了这个消防的力量 还有当地的一些 干部 当地的一些群众 就立马投入到了 自救和护救的这个过程当中 在这个过程当中 也挖掘出来 大量的运动者的兴趣 我们这个主要开展的工作 一个是人员的搜索搜救 二一个就是我们随队的医疗队 对这个受伤的群众 简单地进行这个医疗处置 然后把他们转用到这个卫生院 进行一个这个工作 由于村子里有部分房屋倒塌 害怕后续愚症 村民都在村中的广场聚集 等待救援 有一部分是在这个村上面的广场 来进行这个正待 然后还有一部分 我们就在自己的房屋旁边 马路旁边来正待 因为当时发生疫症之后 时间非常短 也没有这个说 很好地去搭建这种 安置点 所以我们这个很多的居民 也没有地方去 所以他只能在马路旁边 看着救援队员 或者看着消防员 来进行这个 送所和救援的工作 同时的这个原定 来深入火的区 鱼症还是一直会伴随的 但是逐步的这个鱼症的这个 震级各方面 根据中国国家地震震台 网中心的这个测得的这个 官方数据来说 鱼症的这个都在逐步的 也在这个下降 我们在现场所感受到的 这个鱼症的力度呢 也是逐步地在减肃 蓝天救援队进入现场后 总共救助了六名群众 而其中一位老人 在救治过程中 抢救无效死亡 其他伤者 根据伤情的轻重情况 被送往不同的医院进行救治 我们刚到这个路口 有一个这个 被发掘出来的这个轻轻 它需要转运 正好我们那车呢 也到达了这个点 我们都这个转运了 其他我们呢 都是轻伤 我们来帮他 做了一个简单的处理 做了一个简单的图办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我们也能感受得到 就是他们对这个地震 尤其在晚上12点 这么一个时间段 发生的内心的一种恐惧 本次救灾的难度 首先在于天气寒冷 由于灾区属于海拔 在1700米以上的高海拔地区 当地温度在零下14摄氏度左右 搜救人员的行车安全 和装备选择都受到寒冷高海拔限制 需要使用合适的保暖装备 但厚重的装备 同时也会降低救援的效率 在低温化体前 尤其在晚上能够 这个零下十几度 对于这个被埋压在下面的人来讲 这个极度的低温 可能会导致他的身体热量 迅速地去流失 那对于救援队员来讲 也没有可能穿着大明衣服 可能穿着非常厚的衣服 去参与救援的观众 那么这种情况下 我们就极有可能地 在短时间之内的操作一会儿 我们的手机都将影响 救援的速度 救援的效率 在前期的救援和搜索的过程当中 是会受到一些气温的影响 我们到达的当天的凌晨 气温确实是非常的低 然后救援人员穿着的衣服 也就比较厚 速度会可能相对慢一些 人的体力消耗 由于寒冷 大家保持的精神度 这个方面还是很好的 地震普遍的黄金救援时间 是72小时 但也正是由于 本次镇区特殊的低温天气 被困的幸存人员 可能会因寒冷而耐受降低 需要第一时间全力搜救被困人员 以减少寒冷湿温带来的伤亡 也因此72小时的时间将大大缩短 黄金72小时是正常条件下 气温没有这么严寒的条件下 黄金72小时就是人的生命 能够维持72小时 救出来的话 经过治疗 能够挽救生命的一个黄金 但是年寒天气 那么人体如果特别受伤 如果你压伤以后 你又冯屋倒塌 又出学了 很容易失温 一失温 人就可能就 很容易昏 就死了 实际上 这种极其年寒的条件下 这种救援 时间要大大的缩短 72小时可能就变成20小时 我们界定的黄金72小时 其实更多的是城市建筑灯塌等等 那么农村那种 这个掩埋式的这样的一个结构 其实呢 更多的是 比例更高的是 窒息死 短时间之内 就会造成窒息死 所以呢 其实农村的这种建筑结构呢 就是已经把72小时的时间缩短 那么再加上它的这个低温 运行 可能很多人连衣服都没有穿 一地震之后 一两分钟之后 到它就会买到下面 连这个穿衣服的时间都没有 那么这样的话 再加上低温的条件 这个身体的流失就更快 所以呢 这种情况就又缩短 就长期这段时间 由于地震导致多处房屋倒塌 再加上余震不断 气候恶劣 灾民的紧急安置问题 成为当地急需解决的问题 在当地政府的协调下 蓝天救援队迅速在安全区域 搭建起100顶帐篷 保障了灾民的基本生活 作为我们社会救援力量 从灵天救援队来说 我们在第二阶段的主要工作呢 一个呢 也是帮助这个当地的聪明呢 这个搭建一些 他们的这个安置帐篷 然后帮助聪明呢 这个在这个帐篷里面 这个生活用品 比如说是床被褥 是我们这个安装一些这个煤炉 然后呢 再有一个像我们陆续 我们灵天救援队 重塑的一些物资 然后接收 到到位接收之后呢 分发给这个 这个所在的群众 基石山县隶属甘肃省 临下回族自治州 海拔跨越 从1700米到4300米 常住人口20余万人 这里有汉族 回族 保安族 东乡族 撒拉族 土族 等多个民族 根据统计 20世纪以来 中国共发生 6级以上地震 近800次 此前 2022年1月8日 青海门源县 6.9级地震 造成10人受伤 6月1日 四川雅安 庐山县 6.1级地震 共造成4人遇难 那么本次6.2级的地震 为什么会有 如此之大的破坏力呢 这首先要从 基石山县的地理位置说起 本次地震 位于甘东南地区 属于近年来 地震频发的 中国南北地震带 组成部分 距离最近的断层 垃圾山 北原断裂带 约3公里 通常断裂带 是构造变形 和地震活动 最为强烈的地区之一 垃圾山 北原断裂 它旁边实际上 还有一些 走向北北农山的断裂 跟北西山的断裂 它本身就有 两三桥断裂组成 垃圾山就是 断层控制的 一个龙深区 所以为什么说 这个地方 是南北地震带的 一个组成部分 就是活动弹 能够发生地震的 活动弹层 是比较发热的地区 这里面都是在山区 相当于是个山区 和盆地之间的 一个边界断裂 所以在这地方 造成了一个活动 所以造成了一个灾害 甘东南活动构造区 位于中国南北地震带北部 是青藏高原 东北原的一个 重要组成区域 受欧亚板块 与印度板块的 长期挤压作用 构造活动强烈 发育着多条深大断裂 虽然垃圾山断裂带 近年来地震活动 并不平凡 但本身处于地震 活动的构造带上 因此具备发生 强烈地震的条件 这个地方它主要分布在 青藏高原东北原 而且最主要的是在几条 大的断裂带的之间 那么这次地震活动的断裂 它是连接日月山断裂 和西秦陵北原的 断裂的一个桥梁式的断裂 所以这里面分布的很多断裂 那么特别是在 快体内部很多断裂的分布 那么意味着很多断裂 都可能有活动 但是它不会有特别大的 地震的发生 那么因为断裂 它每一条断裂都 聚集了一定的能量 也就是说它不可能 就是在一条断裂上 聚集特别大的能量 发生大的更大的地震 首先它的地壳运动 变形比较强烈 地壳变动变形的比较强烈 那么能够发生地震的 这些断裂 相对来说就多 多的话就相当于 这里的地震 地震的活动相对来说是频发的 因为每条活动弹程 都有可能发生 在未来都有可能发生大地震 6.2级地震 本属于中等强度的地震 但这次地震震源深度为10千米 震源深度较浅 因此容易造成地面相当大的破坏 它是震源深度比较浅 它属于10到8公里震源深度 那么震源浅 那么造成的地震动比较大 地震动的峰值加速度比较大 那么再一个就是说 它的内型 地震内型 这次的地震内型 是力冲型的地震 是以垂直运动为主的 不像以前的地震 都是水平运动 它是垂直运动的 内型的地震 所以造成的破坏更大 清澈光源的地震 大部分都在15公里以前 所以都是很浅的地震 这次地震差不多10公里左右 那么因为它的地壳的结构 是密切相关的 那么清澈光源因为是一个 强烈浓身的地方 它地下地热温度 地热比较热 所以温度比较高 所以能够产生地震的 地壳的厚度比较薄 你就是那个弹性的 就能够产生地震的那个层 房屋抗震能力相对较低 也是本次地震造成 较大损失的原因之一 历史上 基石山县一直是 甘肃省的深度贫困县 当地大量低收入群体 居住在破旧不堪 年久失修的房屋中 2020年脱贫攻坚结束后 基石山县仍属国家乡村振兴 重点帮扶县 近年来 当地政府一直把民众危房改造 作为重点工作之一 但是在这一过程中 一些老旧农村土墙自建房 却由于历史遗留问题等种种原因 依旧在被使用 从目前我们看到的 房屋倒塌的情况来看的话 那么基本上就是一种 砖瓦结构的那个房子 那么这是砖瓦那个房 它基本上没有 好多没有像比较发达的地区 有圈梁 有木框架结构 所以它容易一震动以后 容易倒塌 特别是农村的 农牧面的那些防务 拿防务 那么已是 自建好 大部分都是自建 所以它不去考虑 它的抗争性能 是不是需要加圈梁来提高 它的那种抗争的性能 提高房屋的质量是没有的 房屋的抗争能力 是我们预防灾害 减少灾害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方面 那么因为现在还无法预报地震 还达不到预报地震 那么我们减少灾害的能力 只能靠我们加强一些 房屋建设抗争能力 再远离地震带 地震前 有网友拍摄的视频显示 当地街道聚集了 大量乌鸦等鸟类 引起了广泛关注 这些画面被一些人解读为 预警地震的前兆 或地震异象 虽然动物的异常行为 常被认为与地震之间 可能存在某种联系 但目前相关专家尚未发现 它们之间的科学依据 那如果是要这样说的话 那好多乌鸦要过夜的地方 都有地震吗 我不认同 这些物业巨集跟地震有关 跟这次地震有关 因为我们要说话 像我们做基础研究的 跟地震有关 我们要说话要有依据 没有很大的科学预计 因为有的时候 动物之间 动物有异常的反应 有的时候会有 但是你不能说 有异常反应就一定会地震 这个没有必然的联系 所以这个还不好说 这个不能作为依据 在本次甘肃地震发生后 周边很多城市与地区的民众 都收到了手机推送的地震预警信息 目前地震预警可以做到提前十几秒 甚至几十秒 但地震预警并不是地震预报 收到预警信息表明地震已经发生 在地震波尚未到达的区域 发出的避险警报 从而为周边区域的群众 争取紧急处置 避难逃生事件 那么自动预警 实际上地震发生以后 它的地震波 什么时候到达这个手机的地点 首先是要地震已经发生了 这个地震波到你这个地点 需要的时间 是一分钟两分钟 距离越远 那么它需要的时间就越长 实际上就反映出 在节震区 在未来地震要发生的时候 造成最严重破坏的地区 最严重的破坏的 正中节震区 是盲区 没有时间来预警 精确的地震预测 一直是世界性难题 受到地球内部构造运动的 复杂性和观测手段的 局限性影响 目前在世界上 关于地震的国际性组织 以及各个国家 对于地震短期预测的 可预知性 以及准确率 依旧有待提升 我们一般地震的预测 有叫做长期 中长期预测 那么有可能就是说 多几十年或者上百年 或者未来 这么长的一个 他只是说 告诉大家 在某一个地区 某一条断链 可能危险 可能会发生多大的地震 但是呢 短期 多少年 哪一年 哪一个月 哪一天 这属于预报了 预报是要求 大小 正极的大小 地点和时间 三要数 但是目前呢 从全球来看 目前国际上 还都达不到预测 目前来看 这种短链预测很难 所以国际上面说 地震不可预报 有好多大卡 是吧 说地震不可预报 还有一个大卡说 地震不能预报吗 实际上就是说 他是说可以预报的 但是呢 国内瓦到目前为止 我们还没有真正能够 有效地来进行地震的短链预测 截至12月20日 吉石山县周边地区 监测到6.0到6.9级地震 零次 5.0到5.9级地震 零次 目前最大余震 4.1级 根据历史地震 地震序列衰减特征 等初步判断 甘肃吉石山6.2级地震 为主震余震型地震 余震衰减基本正常 这次地震是主震余震型 那么这一次 就是有一次大地震发生以后 那么它引发 它主震所在调整 就那个断层触动以后 主震是调整 结合稳定下来 那么它的那个余震呢 主震发生以后 余震除非频度强度 有起伏的坚小 所以主震余震型 后面不会有大地震 再次来冲击它们 余震的发生 它可以再次造成一些滑坡崩塌 因为一些早期的主震 或者余震 造成了一些山体的松散 崩落 有的没有崩落下来 再次余震还会有可能发生 再一个就是说 后期的一些雨雪天气 那么如果发生的话 再有余震 也会对它有一些影响 截至目前 甘肃地震救援工作 已基本结束 甘肃青海两地受灾区域 已经陆续恢复交通供电 下一步的工作 集中在伤员救治 和受灾群众生活安置上 社会各界的救援物资 以及捐款 已经开始源源不断地 输送到镇区 根据甘肃省地震局 公布的消息 多家机构综合分析 认为镇区这几天 仍然存在 发生五级雨震的可能 这属于强雨震 民众和就业力量 都需要做好防护应对 就在基石山地震 第二天的上午 新疆也发生了 5.5级地震 而远在欧洲的冰岛 则是在连续地震之后 与基石山地震同一天 开始经历火山大爆发 地球活动剧烈 祈愿人们平安 感谢收看今天的华润 凤凰聚焦 我是陈琳 再会 接着为您播出 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